Hello,大家好 微博上经常有朋友让我分享护肤的经验 其实我平时不会去美容院做特别的护理 像每天的话呢,其实就非常简单 就是清洁,水,精华和面霜 我平时可能会用到几款不同的 像脸部或者是眼部专用的精华 然后面霜和眼霜 其实瓶瓶罐罐也不少 但是呢,我不会天天敷面膜 我大概是一周敷一次或者是几周敷一次面膜 除非是我皮肤非常干的情况下 那我可能会连续几天敷玫瑰唇露 除了每天的护理之外呢 我还会做一周的护理 就是一周的某一天我会做清洁 那像清洁这一步的话呢 我一般比较喜欢用泥浆面膜或者是换肤 我有一款超级喜欢的产品 是我用过最不刺激的 就是这个OMOROVISA的蓝钻换肤 它跟其他换肤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用上去一点都没有刺痛的那种感觉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接下来就会展示我是怎么使用的 洗完脸脸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潮湿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换肤了 大概取这么多 可以放在手掌心上面 然后就擦在脸上 避开眼部和唇周 然后就是像卸妆一样开始按摩 它这个膏就是半透明的 然后你按按按按按 它就会变成那个油一样的 大概总共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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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它总是容易产生闭口 虽然说我这个总是也不是很经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最烦的问题就是黑头 所以我对 就是鼻子 这个地方按摩比较注意 这里长了颗闭口 这个按摩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洗掉了 但是如果你想停留一分钟再洗掉也是可以的 这个还有个用法就是你不要按摩那么久 你大概按摩个一分钟 然后用那个洗脸刷 刷个一分钟 然后再洗掉也可以 它是有不同的用法 但是第二个用洗脸刷的用法是桂姐告诉我的 不是那个官方的用法 只是大家自己研发出来或者研究出来 有或者有可能是Omero Visa他们那个 SPA团队发现的一个方法吧 反正你们可以去搭配不同方法 像我的话一般 比如说如果我是 按完之后我马上 就是不清粉 就是不清黑头了 那么我会用洗脸刷把它洗掉 现在洗干净脸了 我们拉近看一下 皮肤非常剔透那种感觉 用完皮肤完全不会干 就是 就像做完面膜一样 做完换敷之后 我会 很爽的 刮一下黑头 那么刮黑头之前 像如果你鼻子干了的话 你可以用一点 用棉片沾一点 贝德玛 然后在鼻子上面敷 去黑头今天准备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粉刺针 它上面是有个小圈圈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 The Beatles的黑头铲 买了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一直 没有时间用 已经穿好垫了 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新的 这个黑头针在使用之前 别忘了用酒精棉片消毒 我们先用粉刺针 来试一下 用比较轻的雷度 因为 说轻其实也不是很轻 不知道看不看到 这个上面有 那另一边呢 我们试试看 用黑头铲 使用黑头铲的时候 必须保证皮肤是湿润的 那如果洗完脸皮肤干了的话 可以喷一点纯净水 我今天产了这么多下来 这些油纸都被震荡成了液态 镜头上看还蛮明显的 那我赶紧先敷上面膜 我今天敷的是一款医美面膜 完全就 没有给嘴巴任何空间 现在面膜也敷完了 然后后续的 水精华和霜也都用完了 皮肤是不是多了很多光泽感呢 再拉进来看一下 黑头基本上 百分之 我会说百分之八九十都已经没有了 而且敷完面膜之后 鼻子上面的毛孔也小了很多很多 我现在也顺便想分析一下 这两个工具 黑头针和 这个黑头铲 它们的优缺点 首先它们的价格差很多 这个挺贵的 然后这个只要几块钱 它的功能就是 一头可以戳破痘痘 然后一头可以挤黑头或者是挤痘痘 那它的话 像除了还有那个 清洁的功能之外 还有 保湿 这里应该是意思补水 还有其他的作用 就是这个还配了两个 两个硅胶头 可以用 可以套上去 可以套上去 用来 做那个 截面仪 或者是还可以做一个导入 因为它是那个 超声波还是什么的 然后震荡 比较多功能 然后像这个在挤黑 黑头的时候 它用力比较不均匀 它就是 很容易 用力过猛 每次用这个的时候都会 不小心对自己太狠 然后像这个的话 基本上你不需要很用力 然后大概就是 稍微给它点压力 然后这样子 给它推下去就好了 我刚刚 在这个鼻翼底下有一个比较顽固的 比较深的黑头 我尝试了一下 因为你看它这个切面比较大 然后我也就想 试试看它能不能够 这样子弄 然后结果还是可以的 结果它 就是 把那个长得比较深的一个 顽固的 粉刺给震动出来了 然后像这个的话 我也试一下 会 就是你 用力过猛 然后就抠出一个圈来 然后这个没有硬 不建议用手挤 因为 那个手真的是很容易破皮 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没有工具的时候 经常就是 喜欢用手指甲来挤黑头 然后每次 都会 掉皮 不推荐不推荐用手 还是 用工具比较好 无论你是用便宜的还是贵的工具 都比用手要好 听我的好吗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黑头 然后你真的想清理的很干净的话 我建议你 还是要买一个 黑头导出液 然后黑头导出液之后 再去用一个收缩的 如果你导出之后 不收缩 那也不太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 皮肤都越来越好 这样晚安 拜拜